佩晨 柯文哲在接受媒體轉訪的時候 他怎麼講 我們也不是那種為了利益 隨之可以180度轉 我們不是那種人 我不是政治阿米巴 我先跟你講 我還是很有個性的 我跟你講 第一個他也有個性 第二個是 你不要再說他是阿米巴了 我的老天爺啊 如果說柯文哲他敢說他是 為了政治180度隨時在轉的人 他講他第二名 全台灣沒有人是第一名 他實在是轉到隨時都在轉 我不要講別的例子 我光講最近的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 你知道他在那個 之前想要藍白河的時候 哇塞 我說我這是 我會 我雖然是復仇 但是我會監督他們 我們今天要了什麼 講了一大堆 結果後來破局之後 馬上說 侯友宜 為什麼 中國共產黨 這麼喜歡你 要幫你目前 要幫你做假民調 為什麼 問你呀 你當時為什麼要跟人家藍白河 你當時連NCC親管會 你都說了 對 都說了 講得超級明白的 而且呢 講了一部分 那時候還講到說 哎呀 雖然我也很討厭國民黨 但是我會監督他們 史上這個 就副總統要監督總統的 候選人的案例 就在那一天就這樣誕生了 結果整個沒有想到 武漢肺炎的一個破局 就五個男人在那邊講肺炎 就破局之後 而且還是你破的 是你破局之後 結果你現在鄧小鄧上去之外 你就開始 對於侯友宜 你知道把侯友宜從頭腳到腳 沒有一個是好的 離著他的屁股 還要說 猴子怎麼弄上爬上樹 猴子不是爬上樹屁股才是紅的 猴子屁股本來就是紅的 他是爬上樹之後 他的屁股才被看到的 是 所以從頭到尾沒有講一句好話 人家侯友宜從那個整個 藍白分什麼破局之後 沒有對柯文哲講出太難聽的話 反倒是柯文哲一天到晚 現在逼著韓國瑜都受不了了 韓國瑜竟然在這個禮拜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他站出來講 講什麼總統票投 柯文哲 立法委員院長由侯友宜當 這個韓國瑜當 他說這個是完全沒有這件事情 他還強調 就是完全就是要支持侯友宜 然後甚至跟柯文哲說什麼 柯文哲就像空氣槍一樣 什麼意思呢 很大聲很熱鬧 但是沒條啦 沒條 講話講得那麼直白 然後說韓國瑜 侯友宜是什麼 就是那個狙擊槍 一把臂命 點點就是這樣子 會把你一刀臂命 所以當人家話都講得那麼直白說 因為他還需要韓粉的票 因為他還需要韓粉的空氣票 所以他竟然把這個都吞了 他說什麼 他說那個韓國瑜私底下簡訊 不是這樣講的嗎 不是這樣講的 所以說你不是阿米巴原從 誰殺米巴原從 第二個最新發展的例子 他一個就是他們本來的 桃園的一個發言人 後來本來要披著民眾黨戰袍 來選立法委員的一個馬志偉 後來呢 被經過他們內部的一個 認為他跟中國關係 有一點不太正常 所以沒有披民眾黨戰袍 自己用五黨籍的身份參選 他出來參選之後 柯文哲幫他站台六七次 有幫他站台 是 而且我請問一下 等一下 他有幫他站台 那他有幫那個李友宜站台嗎 很少 而且我跟你講 他幫蔡壁如站台好像不到兩次 所以你說 而且他還講什麼 他當時還講 他說 這不就不對喔 你內部都已經自己經過內部的審查 已經知道這個人有問題了 你還對他這麼好 對 你蔡壁如更好 對 而且我跟你說 當時呢 在內部的時候 同意要提名馬智威的 就是柯文哲跟他嫡系的 所以柯文哲這一脈 是從頭到尾 認同馬智威的 甚至他已經是批到民眾黨的 沒有批民眾黨的戰袍 以無黨籍 你看 多少次畫面 都是他站著他啊 都是他站著他 而且還說什麼 旁邊就是 就是他 而且他認為他是 可以幫民眾黨闖出一番天的 一起上香 一起上香 而且他那時候還講耶 還講到說為什麼這麼好的人 我沒有提 結果現在被檢調收押 收押理由是什麼 史上第一次 被發現這個候選人 竟然接受中國的資金 而且是用所謂的虛擬貨幣 哇塞 中國現在 借選方式連虛擬貨幣都來了 他是已經被收押囉 事情一爆發 結果你知道柯文哲說什麼 他小咖啊 我跟他不熟 所以立馬都轉變耶 他小咖 他小咖 你幫他站台次數 比你幫蔡壁如站台還多 他小咖 他小咖 他不是五檔級的 結果 你幫這個五檔級的站台 比你幫你們自己民眾黨的 林友宜站台次數 還要多的話 那你說他小咖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他就是一個 阿米巴原從柯 隨時都可以轉 只要哪裡風向不對 哪裡就往哪邊轉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說今天 他說他隨時都在轉 情況之外 他想轉第二 誰敢稱第一啊 好 瑞德 他真的是轉這麼快嗎 還有今天他有講啊 我們內部 我還是相信眾人的智慧 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沒有提名那個人啊 對沒有錯 那麼馬上發生事情以後 馬上進行切割 他他今天的名言是什麼 他說啊 這件事情告訴大家一件事 眾人的智慧 超過個人的智慧 所以你柯恩哲就是沒有智慧嘛 為什麼 你沒有提名他是對啊 你沒有用民眾黨的身份來提名他 請問他批上這個立法委員 用五黨籍身份來參選了以後 你有沒有去幫他跟他站在一起啊 有站在一起 還是有站在一起啊 這些照片 跟你幫他講好話 這些全部都還留著嘛 那麼反走過必留下 痕跡不是你現在喔 空口白話說 你完全跟他切割 你早就知道 原來眾人智慧很重要 所以我個人啊 一定要請大家的 你不是這個樣子嘛 所以這件事情 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柯文哲以為自己一個人的智慧 超過大家的智慧 要不然幹嘛一直講說 他智商一五七 對不對 所以呢 事實上你看喔 但是你說他衝不衝不 欸 聰明得很啊 為什麼韓國瑜 為什麼會在這個造勢場合 特別講說 沒有那個什麼總統投柯文哲 然後什麼立法院長 那韓國瑜做的這個事 因為有這個韓粉的 這個以前的直播主呢 在柯文哲的造勢場合這樣講嘛 所以呢 韓國瑜必須要辟謠 這樣子票才能夠衝高 那麼國民黨的票才能夠衝高嘛 你知道柯文哲怎麼講 柯文哲說 其實韓國瑜跟我私底下講 都不是這個樣子的 你知道嗎 然後問他說那韓國瑜到底講什麼對不對 我不像侯友宜 會公開把人家私人簡訊給弄出來 所以我不會講 那不會講他到底講什麼不知道 他說今天又加碼說 其實韓國瑜私底下講侯友宜 不是這樣子的 那到底講什麼樣嘛 他什麼看起來好像他什麼都沒說 看起來好像說他很講 江湖道義都沒有講出來 但是他一再跟你講說 一再影射韓國瑜不是這樣子 韓國瑜私底下這個講得好有意思嗎 他就故意的嘛 因為曖昧跟影射是最可怕的 他就故意用這種方式在幹嘛呢 那讓人家說韓國瑜是逼不得已 他又不得罪韓國瑜 又不得罪韓粉 但事實上呢 他就趕快想盡辦法 把人家要棄保的相關的這個影信 給拔掉嘛 這就是柯文哲啊 你說他聰不聰明 然後呢 那麼不是這個蔡英文啊 然後賴清德民進黨 拍了一個在路上的廣告 IG啦什麼破了三千萬了嗎 柯文哲這個人什麼都可以容忍 就是不能容許 這個網路流量人家比他高 所以呢 馬上來拍了一個 各位有沒有注意啊 裡面有柯文哲還有他媽 還有這個等於說台聚員啊 然後呢 柯媽講到柯文哲小時候 說他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爸爸這個帶大家去上課 柯文哲小聲問爸爸說想吃一塊麵包 然後爸爸買給你 隔天 那麼柯爸又回來跟柯媽說 他又跟他講 柯文哲又跟他說 還想吃一塊麵包 兩次想吃兩塊麵包 他說等柯文哲放學的時候 媽媽給他拉到旁邊說 爸爸當老師 所以呢 家裡又要買米又要買菜 講了一大堆就對了 他說也不知道柯文哲聽得懂 聽不懂 但後來就不再開口說 要買麵包的事 意思就很窮了 然後就哭出來說對不起 他的兒子就對了 柯媽現在我知道了 我知道為什麼柯爸柯媽 對柯文哲這麼好 柯文哲在自己的 這個相關的那個書裡面有寫 說柯爸對他好到什麼程度 甚至於叫他不用工作都沒關係 把他退休金什麼都把他準備好了 你知道嗎 那麼柯媽 我現在知道 你對他的愛是從小時候 你的彌補開始 你覺得有虧欠 所以一千五百萬去買一個 早就在一年前已經鋪上水泥跟柏油的 他的農地想要做開心農場 然後呢緊接著來三年後 又花六千五百萬在台北市大安區 又買了一個豪宅 現在柯文哲可能 喊不喊當所有的財產全部加起來 已經成為上億的富翁了 你看媽媽的眼淚多麼令人感動啊 董事長 現在是韓國瑜跟柯文哲兩個在較勁嗎 我告訴你 柯文哲的高雄 台南 就是韓粉的支持才有場面的 今天韓粉拿掉以後 柯文哲的高雄跟台南就崩盤了 所以你看到沒有 韓國瑜公開跟他切割清楚了對不對 他連得不棒 連得不棒 他私下不是這樣講 非要把這種他的夢想的話語塞到韓國瑜的嘴巴裡面 他私下不是這麼講的 講出來啊 講清楚啊 為什麼不講清楚 他要創造性的模糊 他幹什麼 他騙票嘛 因為高雄的韓粉 目前還有很多人會在支持柯文哲 其中的一個理由是什麼呢 因為韓粉有一段時間是跟著郭台銘 郭粉走 在這一罐幫他忙 韓國瑜叫的時候 叫得回來嗎 你收回來啦 跑啦 所以他打死不肯承認 說韓國瑜跟他是割袍斷役的嘛 他還黏著韓國瑜嘛 還在黏 黏韓 黏韓 貼韓 他把韓貼得緊緊的 可是沒有用 這個票已經開始啟動 所以主要目的 他是防氣保 他這個禮拜最重要的就是氣保 今天侯康在台中 然後大家都注意到這個畫面 蔡壁如拿一個麥克風 3號 晚上的造勢場在台中 侯康背了這個造勢晚會 看到這個蔡壁如他在台中第一選區 他拿著的是3號挺侯康的這個麥克風 我相信他拿的時候 不會沒看到這樣的一個標誌 但是形勢比人強 今天剛剛就有講到 柯P幫他站過多少次台 沒有嘛 不是有幫他幫忙嗎 站過多少次台 陪他車掃過多少次 到第一選區 有把民眾黨的資源 從黃珊珊以降 包括柯P在內有去幫過他嗎 黃國昌起碼去了一次 現在看起來整個民眾黨 是蔡壁如最有戰力 蔡壁如在幫這個民眾黨 開一張屁土 可是他竟然得不到任何的眷顧 得不到任何的資源 那我們就要問 民眾黨誰在卡他 民眾黨誰在害他 民眾黨誰在幫穿這個蔡壁如的小鞋 我就講他得到民眾黨中央的眷顧 可能還比不上剛剛慧珍談的那個桃園 我們那邊前發言的馬志維 所以你這樣兩相對照之下 誰像灰姑娘啊 他當然像灰姑娘啊 這個不就是這個現在 蔡壁如在台中選舉碰到的處境嗎 有這麼慘嗎 當然要靠著這個 市長媽媽還長不怕 民眾黨一個人隨便得 都是十幾萬二十幾萬的薪水 你都可以搞一個KPTP 你弄一點 撥一點資源給蔡壁如不行嗎 當然啦 你說資源可能是No 沒了大家資源有限 可能要公平分 但是蔡壁如你今天在台中第一選舉 你就是技能力下 雖然你是民眾黨提名的 但是台中的這個場子 這一次侯康被動員來 這個不知道現場有多少人 至少也是上萬人以上 但至少你這些人 一定都有你支持這個 不管是侯康的 也有支持你蔡壁如的 所以現場 你只好拿著這個 侯康佩的這個麥克風 馬上被眼尖的這個民眾啊 拍下來這個畫面 那當然啦 講到說那種大拼場 那柯P也是很極力的 想要突破藍綠的這個包圍 你看到這個 游英龍啊 他有提到說 這個是台灣史上 這次算要距離不到四五天的這個選舉 這個選舉 最難預測的 到底在這個兩大 這個藍綠 這個賴蕭跟侯康 夾殺之下 柯P跟吳欣營 有沒有辦法去獨尾他們場子 你看從上個禮拜六 周末周日的這個晚上的大造勢 選前黃金周末 跟黃金周日就可以看得出來 那游英龍是有提到 我剛剛講的那個灰姑娘效應 但灰姑娘效應 也有一個這個關鍵 是你最後要成功啊 你才會變成一個動人的故事啊 否則你就是過程 一路這樣很驚喜 那個很淒慘而已 柯P現在講說 你不是有空軍 我有陸軍 而且我陸軍人很多 你有陸軍人很多 那我就給你看你陸軍 你人是不錯啦 也蠻多的啦 但是呢 你的陸軍的場子啊 幾乎都找場地很小 容易外溢出去 然後你的樹啊 難怪四叉貓每次都要去檢查 突襲一下你的那個 去算你那個格子每平方米 你看到他們民眾啊 幾乎都躲在 不能說躲在 應該說聚集在樹下面啦 那樹下面的話 那有樹蔭遮住 你看到沒有 這也是樹下面 有樹蔭遮住 你就不難去算出來 他的人潮 這也是啊 你看這整排 這個場子一定要小小狹場的 你說藍綠在辦活動 通常是要空曠型的 你像看這個 那個之前南部 不管是高雄還屏東 賴信仁在辦場子的時候 那個場子就很寬大 然後還可以這樣 重隊重隊 像部隊教育一樣 他這個怎麼部隊教育 就狹長型的 那旁邊都是樹 哪拍得到什麼 然後你看這邊 然後要不然旁邊 就是街道窄窄的 窄窄的話 就很容易感覺說 外溢出去 然後人就很爆滿 所以 當柯P的陸軍 用這種方式呈現的時候 他的確會有凝聚的效果 說哎呀 人好多啊 誰說我們很弱呢 然後當然也會喚起 支持者的這個熱情 但是你這樣撐得了這四五天嗎 所以陸軍組織戰 還是真的到你車掃的時候 你就見真章 好 好